今天呢,再给大家接着讲一讲这个 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药物 因为呢,最近我有这个 家里人,就是这个 也是年龄大 说是有点糖尿病 要大,这医生就要开了个药 这种药呢,是最常用的 就是在这边呢,叫Metformin 中文应该叫二甲双瓜 好像是这个名字,Metformin 然后呢,就问一问我 这个吃的药,要注意什么 我说,你医生给你开的药 也没给你讲什么 肯定是没讲,还是比较信得过 我这个药师 我就说,最常见的 也给大家说一说,其实呢 有五点,其中呢 有几点是比较常见的 其他的 算是会产生一些严重的 这个副作用 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常见 只要你知道 怎么用这药 没问题 因为这个药,还说一点 这药是很长时间了 几十年了 这个通过这个临床 美国界面呢 所有的药物在上市之后 它有跟踪 跟踪,一直有跟踪的反馈 所以说呢 像这种老的药啊 对它的正作用 它的功能作用 非常熟悉 它的副作用 也非常熟悉 也基本上都列出来了 能知道 基本上都已经知道 都已经包括了 所以说呢 这种药用起来 比较说是安全可靠 还有效 还有效 所以说呢 大伙不要被一些这个视频 他们被误导 一说这个 有什么什么 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我不误服用这种药 我不去服用这种药 其实呢 没种药都有毒副作用 你就要知道 提前知道一下最好 就是然后呢 你知道 有个重状 我知道也许是这个问题 而且呢 提前知道 我们叫什么precaution 我会提前的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会怎么避免 All right 话归正题 正题那个 最常见的这种药呢 其实就是这个 对你的肠道啊 会有一定的 这个消化肠道啊 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啊 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腹泻 就是腹泻 还好啊 一般的腹泻 都是一个短时间的啊 通过一段时间的 你适应了啊 就会消失 我这个 这个亲人的也是啊 他说这个 觉着这个吃了之后呢 服用这药之后呢 腹部有些这个 肠道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好像他是打嗝也好 是什么 那倒是没有腹泻啊 但是他是 都是这个跟肠道啊 全有关的消化 全有关系 所以我说 你就是这个怎么样呢 一般来讲 就是说通过观察 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改善啊 你就要怎么样呢 换啊 换的要换一下 这药呢 它有两种啊 两三种的这个 这个format 一种就是一般的啊 这个instant release 还有种就是缓试剂啊 然后还有modified release 还有那个osmotic啊 应该加起来 应该有三种 三种四种啊 所以说呢 一般来讲 如果你不适应这种 这种这个 就是说一般的 这个metaformin呢 最后啊 它会给你改成这种缓试剂 我们叫extend release modified release orosmotic啊 一共四种 差不多 可以换成其他的几种 看会不会还有这种 对你的肠道 有这种影响 一般来讲啊 这种影响会减轻啊 或者消失 如果你换到了这个 这种extend release 或者modified release orosmotic 好来 问问你医生啊 如果你这个确实啊 经过了你服用了 几个星期 一个月之后 你还是得肠道不行 你让他改一下 给你改一下这个 extend release 其他的 还有啊 另外一种 就是说 B12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微量元素啊 就是这个B12 B12 会造成B12缺失啊 B12缺失 这种呢 其实很好办啊 你吃 如果你每天的这个食品啊 你吃的食物啊 the balance啊 比较好 一般的B12 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 这个肉类的里面啊 是在肉类里面 如果你不是这个 纯素食乳衣啊 纯素食啊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不会太大问题 你一般每顿饭 有荤有酥啊 基本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啊 但是呢 如果你四十足以为这个 你又不补这个 B12的话啊 也许会有问题啊 所以说呢 这要注意一点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叫 lactic acidosis 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现象啊 就是说 毒副作用 副作用啊 中文我查了一下啊 它叫乳酸 酸中毒啊 乳酸酸中毒 这就比较严重了 因为呢 呃 一说的中毒 对吧 就是很重啊 中毒嘛 酸中毒嘛 呃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其实呢 和你的身体的机能啊 和你身体内脏的机能 是相关的啊 一个是呢 就是说 这个 呃 你的肝功能啊 还有你的肾功能 因为呢 这个 这个对乳酸 这个的 消化也好 就是消除这乳酸呢 对 是从你的肝也好啊 或者这个肾也好 两个 器官啊 来对这个乳酸 做出一定的处理 啊 如果你肝和肾不好的话呢 所以说呢 就会造成这个 对这个乳酸啊 不能把你身体中的乳酸 清除出去 你会过量 过量的话 免疫中毒啊 免疫中毒 All right And 还有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 就是说 这个 无所谓的 也是过渡性的啊 就说 你这个 服用metformin的时候啊 会有这个 就是你吃食物的味觉啊 你的味觉会有改变啊 这个也是一个过渡性的 大部分呢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啊 就会慢慢的啊 会过渡过去 不是一个 一个长久的 一个 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药呢 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相对来说啊 大家非常了解的 对这个 而且的毒副作用 什么 还有这个 功能也好啊 都非常了解的 一种 对糖尿病啊 非常有效的药物 还有一个啊 好像忘了说了 就是说这个 这些药物呢 会造成 所有的 所有的糖尿病的药物啊 都会啊 不同程度的造成 一个低血糖 低血糖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呢 糖尿病 这个药就是为了降低你血糖嘛 所以说 多注意一下啊 按你 你这个血糖啊 这个 跟你的药物啊 就是紧密相连啊 你的药物啊 服用了 你血糖会降低 血糖太低了啊 你就会造成 这个对你身体的危害啊 alright 差不多就是这些啊 所以说呢 大家尽管放心啊 如果 你的家里人 或者是 什么的话 服用这种药物呢 非常安全 有效啊 是一般来讲啊 这个药物 其实是 第一选择啊 是第一选择 是第一选择